女主沙拉是个不喜欢社交的宅女 父亲在几年前去世 控制欲极强的母亲让她避而远之 沙拉和男友过了热恋期 加上男友经常出差 两人的感情趋于平淡 这天晚上沙拉喝了一些红酒便睡觉了 谁知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吐了一枕头的血 但她却一点也不紧张 不慌不忙清晰的床单才来到医院 就在挂号的时候 她又吐了一大口血 医生急忙让她住院做全面检查 沙拉把生病的事情告诉了男友 男友反应冷淡 表示工作很忙没办法回去 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 沙拉患的是一种罕见的胃部疾病 死亡率98% 医生建议她尽早准备后事 沙拉听到这个消息 却平静地仿佛事不关己 于是医生又向她推荐了 当下最流行的克隆项目 有些将死之人 为了避免家人遭受丧情之痛 可以选择克隆自己 让克隆体代替自己继续生活 通过克隆机构的宣传编 沙拉了解到 克隆体虽然在外貌上和本体一样 但其实是两个人 克隆体需要学习本体的行为习惯 兴趣爱好 以便在本体死后 能够很好地代替本体 与其家人朋友相处 沙拉略做考虑 便拨通了克隆机构的电话 在去往克隆机构的路上 她才意识到是真的要死了 忍不住哽咽起来 克隆费用比沙拉预想的贵出很多 她负担不起 工作人员却表示 可以分期付款 等到沙拉死后 由克隆体继续支付这笔费用 克隆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口唾液 一个小时后 沙拉的克隆体就被制造了出来 但过程中出了一点小失误 沙拉的瞳孔是棕色的 而克隆体是蓝色的 需要戴上有色的隐形眼镜 才和本体一样 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沙拉不满意 可以报费重新做一个 沙拉并不介意 就把蓝眼睛的克隆体带回了家 但相处下来 沙拉发现 克隆体的皮肤和身材都比她好 穿衣风格也和她大不相同 之后 沙拉把克隆体介绍给男友认识 男友得知沙拉得了不治之症 显得非常冷漠和平静 并且很快就和克隆体 发展得如胶死期 当男友问克隆体 晚餐想吃什么的时候 克隆体特意表示 她喜欢吃法餐 而沙拉告诉过克隆体 她最讨厌法餐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 克隆体居然质问沙拉 十个月过去了 怎么还没死 隔天 沙拉也在医院复查 没想到 她竟然康复了 成为了那幸运的2% 可沙拉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她来到母亲家里 看到男友和克隆体 正陪着母亲开心地聊天 沙拉顿时火冒三丈 原来 她害怕母亲伤心 一直没有把自己得了绝症的事情 告诉母亲 也和克隆体有言在先 等她死后 克隆体才能跟她母亲见面 没想到 早在几个月前 克隆体就瞒着她 偷偷开始和母亲联系 沙拉表示 她已经康复了 根据法律规定 她可以申请将克隆体报废 男友听后 急忙把沙拉拉到屋外表示 她已经爱上了 更加有女人为了克隆体 而且 就算销毁了克隆体 她也不会再和沙拉在一起了 说完 转身把沙拉锁在了屋外 但让沙拉没想到的是 就连母亲也选择了 更加乖巧听话了克隆体 沙拉彻底成为了一个局外人 紧接着 克隆体提交了留存申请 沙拉咨询律师才知道 通常情况下 当本体不再死亡的话 克隆体是要被报废的 可当克隆体生存到 足够长的时间后 如果他们愿意继续活着 就可以申请留下 但本体和克隆体 不能同时存在 这时 就需要通过一场生死格斗 来决定谁生谁死 决斗赛将在一年后举行 届时 电视台会进行现场直播 在此期间 沙拉还要承担 克隆体的所有费用 更惨的是 公寓的租赁合同是男友签的 男友和克隆体 先到两天之内搬出去 为了活下来 沙拉找了一位 化学成绩不错的 私人格斗教练 学习格斗技巧 除了体能训练 和学习各种武器的使用之外 教练为了让沙拉 适用暴力血腥的场面 还让她观看B级血浆片 以及分析各种死法 甚至安排她参观的人体解剖 经过一年的训练 沙拉可谓是脱胎换骨 很快就到了决斗的日子 沙拉花光所有的积蓄 买了一套非常好看的战袍 就算死 她也希望自己死得体面些 谁料 这时接到通知 因为天气原因 决斗将延期一个月 教练安慰她 多等一个月 意味着多一个月的训练时间 结束训练的这一天 教练安沙拉射死她的狗 并声称 狗老了 病得很严重 死亡就是帮她解脱痛苦 但沙拉始终下不了手 教练对她的杀手本能感到失望 就在这时 沙拉发现 克隆体正在窗外偷窥 并毫无犹豫 一箭射了出去 随后 她紧追出来 在树林的木屋里 找到了克隆体 两个人心平气和 进行了一次交谈 沙拉指责克隆体 抢走了她的人生 克隆体却振振有词 她已经超越了沙拉的人生 现在的人生 是属于她自己的 同时 克隆体也坦言 她和男友的相处 并不如之前那么愉快 有时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 她也开始厌烦母亲的电话 和短信轰炸 接着 克隆体带沙拉来到一个 决斗幸存者心理互助会 来这里的人 有的是本体 有的是克隆体 他们都因为杀人 而留下了心理阴影 起初 沙拉认为 这是克隆体的心理战术 不为所动 但是 听完大家的痛苦感受后 似乎有所动摇 特别是 克隆体认为 二重申的真正敌人 不是彼此 是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迫使他们必须进行 残酷的生死决斗 沙拉表示认同 为什么本体和克隆体 就不能同时生存下来呢 于是 两人达成一致 放弃决斗 一起逃到国外去 决斗当天一大早 沙拉开车接上克隆体后 闲聊中 克隆体表示 她不会开车 不过 她觉得学起来并不难 很快 两人到达目的地 准备徒步穿过森林 跨越边境 这时 克隆体拿出一瓶水给沙拉 两人喝过水后 进入森林 但没走出多远 沙拉的嘴角 突然溢出鲜血 这边 决斗大赛的现场 观众和主持人等了很久 才看到一个沙拉赶过来 她解释 路上出了车祸 所以迟到了 当主持人问她 是本体还是克隆体时 她表示 自己是本体 但通过她的衣着可以看出 除了外套和发型以外 上衣 裤子 包括鞋子 都和克隆体的一样 由此推测 克隆体毒杀本体后 伪装本体来到决斗场 由于克隆体不会开车 才出了车祸 男友和母亲 开心地跟她打招呼 说明他们很可能事先就知道 活下来的一定是克隆体 最后 二重生的决斗赛 以一方逃跑而告终 接着 男友和母亲都在法庭上作证 现在的沙拉 就是本体无疑 于是 失踪的克隆体被列为了逃犯 这天 男友提议 晚上去吃墨西哥菜 沙拉说她不喜欢吃 而克隆体也的确不喜欢墨西哥菜 沙拉开着被撞变形的车子出门后 母亲打了电话说 她已经帮沙拉订好了有色隐形眼镜 沙拉听后 崩溃大哭 影片到此结束 导演并没有给出确定性的答案 如果只看最后一段的话 活下来的是克隆体无疑 但结合之前的剧情细节 结局也有另一种解毒 或许 回来的是本体 首先 本体在接受训练的时候 唯一答错的死法就是 中毒死亡 因此 本体在喝水的时候 应该有所防备 而且 教练曾经告诉过她 除了决斗场上准备的五件武器以外 训练有素的身体 也是一件武器 所以 从未停止磨练自身的本体 完成反杀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 如果活下来的是克隆体的话 在赶去决斗场的时候 她没有必要学着本体的样子 扎起马尾和穿本体的外套 因为外人根本分辨不住本体和克隆体 而本体为了在母亲和男友面前 伪装成克隆体 所以 换上了克隆体的上衣 裤子和鞋子 又故意伪装不会开车 目的是让母亲和男友认为 她是克隆体伪装的本体 从而在法庭上配合证明 她是本体 第三点 本体在买完战袍后 不小心摔碎了手机屏幕 而最后沙拉用的 也是碎了屏幕的手机 第四点 男友体育区吃墨西哥菜 也许是感受到了不对劲 想试探一下 第五点 本体和克隆体的穿衣风格不同 而在法庭上 以及最后沙拉出门的时候 可以看到 她穿的都是本体平时喜欢穿的衣服 如果是克隆体 完全没必要 最后 本体崩溃大哭 也许是因为 看似她抢回了自己的人生 事实上 却不得不过着别人的生活 总之 最后无论回来的是谁 面对的都是 同样的生活困境和烦恼